大家好,我是老江,我们又做一期翻案篇节目 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画质有所提升 这个从今天开始我们之后所有的节目都会用我们新的设备 之前我们也做了一期我们相机的开箱和镜头的开箱 就是我们现在新的整个设备是用索尼的HM4和索尼的R470的GM2.8 2.8GM的镜头 现在是我们新的设备 所以我一个我是我们换了新相机 我也想测试一下感受一下 同时也趁着这个时候我上一集我们说过 我说有机会给大家把我们现在的收音设备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现在的收音设备一共有三个 主要的有三个 我觉得这三个整体来讲性价比都不错 如果说有人想喜欢在家录一些vlog 或者是拍一些视频 我觉得还是有帮助的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拥有的三个收音设备是我主要来使用的 好吧 第一个就是我们最早买的一个设备 这个是一个罗德的小米风的二代 第二代款是一托二的一个收音设备 它主要是由一个收音的装置和两个录音的接收的装置去组合的 一个东西是插到相机上 另一个东西这两个收音的是加在说话人的身上 比如说像我们两个的话 就是我加一个我老婆加一个 然后我们说话的时候 同时收音设备就会录到相机里和相机的视频合成一个整个视频 这是我们第一个买的 同等的其他品牌的小米风 除了那些顶级的 比如说索尼的 这个有点价格太高了 其他品这个品牌来相比的话 它的价格我觉得还算亲民 不算那么便宜 但是我觉得也不是那么的贵 唯一有一个问题的就是之前我们录过 但是没有播出来 是整个罗德它的配件价格比较高 比如它的数据线 比如你要连接手机 或者你要需要中转线 或者你要加这个 有时候在外面 你麦克你加在身上 但你需要一个接收的长的小麦克 小黑的那种加在这 你要配一个罗德原装 那个也比较贵 这是它的缺点 它的优点来讲 就是第一 它的罗德的整个品牌来讲的话 是非常有保证性的 这属于我觉得业内非常知名的了吧 大家都以这个为标杆 我买这个呢 就因为当时我 我说我做这个节目 我想做这个频道 我想买一个收音设备 我就网上查 查大家都说这个不好 大家都拿这个PKLink 他们做这个业配的这个产品 你知道吗 所以都是这个不好 都是这个不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产品的 这个行业的标杆 也是当时刚出的 评分综合分最高的 因为呢 如果是像我们现在的话 我在家几乎不用这个 我最开始的录的视频 是用这个的 但现在为什么不录呢 就是它的收音设备 并不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你外出的话 比如说你在这个野外 拍一些这个外景 相机离得比较远的时候 或者是我比较操打的时候 你就需要贴身的 把这个夹在身上去录 这样效果会收音很好的 如果你用其他的设备的话 是效果并不那么好的 所以这款设备 主要用于两个人对话 或者外出 比较嘈杂的声音的环境下 或者比较远的 相机比较远 你接在相机上 你录不着声音的 所以这个贴在身上 你相机不管多远 你哪怕是50米80米 我记得好像是 100多米好像都可以有声音的 是完全能够收音进去的 而且它整个是 因为是第二代 它可能支持一个内录功能 就是如果你不传到接收器上 你的每一个单独的接收器 也能自己录音的 如果你跟相机的信号断掉的话 它也是能够录进去的 避免有一些音频的丢失 所以如果有人想考虑录失败的话 或者比如说大风的情况下 收音不是特别好 或者是相机离得你比较远 拍远景的时候你要讲话 推荐大家可以考虑 罗德小蜜蜂 一拖二的这款 这个我觉得非常不错 性价比高 对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这是一个 第二我们要讲的是这一款 这个我真的忘了 你能帮我看一下 你当时买的这个型号是吗 这一款是我们买的第二款的 收音设备 它是罗德的 这个我看叫VideoMac NTG型号 它是直接是属于 它是属于指向性麦克风 然后它的作用就是 当你它指向的方向 那个人说话是完全收录进来的 这个也是家里使用的话 或者是你单独拍某一项东西 因为它是插在相机上面的 效果是非常好的 它的音质 我认为要比罗德一拖二要好一些 要比一路 因为它是专门是指向的 但它有缺点 它的缺点就是第一它的音质虽然好 但它不是极致 它不是达到麦克风里的极致 当然我们今天推荐都是家用的 而且价格比较亲民的 并不是这个价格很高端专业级的 所以它的音质来讲的话 它不是说这个亲民里面效果最好的 但它的优势是说它在插在相机上的 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它只要插在相机上 你拍某一个东西 或者在街头比较近的地方 当然太远不行 太远你要用小蜜蜂 比较近的地方 你拍比如说采访别人 或者是你拍这个拍这个 比如说海边或者拍夜景的话 周边的一个声音都会录进来的 就是基本上你相机照到那个画面 你相机能够收到什么声音 它是相当于是把那个声音完全收录到的 效果是非常好的 所以包括你在家比如做一些炒菜 做饭 居家拍一些家 对 家里的Vlog都可以用这个设备 这个是来讲是如果你 因为根据不同的场景需要 如果是这个环境的话 我觉得可以选择这个价格也不是很贵 不是很贵 它里面是大概这样的 它里面是这样一个头 我当时买就觉得挺好看的 对 它基本上插在相机上 应该是手机行也能用 需要一个转接的一个线 好像是 所以平时防风效果也很好 所以如果有这种插在相机上想录近景的 对 就是你相机那个位置收录到的声音 它可以完全的给你收录到 这是第二款 下一个我们说一下我们的第三款 第三款就是我们现在在用的 我还插着线了 我离到近了可能声音会变大一些 我离的远一点 这个是罗技的 罗技的Blue ETX好像是对吧 是一个新款 这款Mac是我后来买的 是因为 为什么买这个 是因为它的收录效果是最好的 这个是属于电容麦克风 电容麦克风来讲的话 它的优势就是它的声音是能够达到极致 能够因为我们录这些 平时讲一些故事 讲这些 就讲话的这类节目 它能够完全的把声音录进去 尤其我主要是靠说话 所以这一款来讲的话 是可能现在我最需要的 但它也有缺点 它的缺点就是第一 它非常敏感 比如说你开空调 或者是随便一个很细微的声音 比如狗在家玩 打到一个东西掉来了 它都会能录进去的 所以比较敏感 第二 它这个也比较麻烦 因为它比较大 你像我们比如出去外出 你要外出录一些风景 或者是 对或者你街拍采访人 就是小蜜蜂和指向型 能够达到的 它是达不到的 它唯一的好处 就是音质会达到极致 而且还很敏感 有些东西 你不希望太敏感 比如你在家路 外面有车 你就全部收进去去了 同时 它的安装也比较麻烦 它可能是不能插相机的 我现在据我所知 现在我是不能插相机的 它完全都是插在电脑上 直接一个USB的接口 或者你用转接线 插到iPad上 我现在是用iPad的脸 你能够看到吧 所以它只能插到这种电子设备上 手机应该也可以 手机iPad电脑都可以 苹果电脑都可以 苹果电脑Windows都可以 就是刚才前两款 是可以插相机的 对 只有小蜜蜂 小蜜蜂和指向型的 它俩是可以直接插到相机上的 如果你想直接插到相机上 比如说外出方便是不行的 但如果你在家里 你不在乎这些设备 你就用电容麦克风 它适合就是相当于一个固定的位置 对 插着电脑 对 这款Mac很多几乎所有的频道大咖 都是用最早用的 它是一个非常网红的Mac 但是他们很多用都是一代 一代就是源头了 长得这个是这样的 我把这个取了 一代是源头了 二代它是新出的 它对声音会进行的一些处理 会听得更有质感 价格相对也略高一些 其实也不是那么高 如果是在家里录 比如录直播 或者录打游戏这种的 你基本上都一直在电脑旁 就这个就OK了 直接一插电脑 也很方便 但是如果你要讲究画质 你要去外景 这个是哪带不出去的 看就是还有那种 我看有个频 就是节目上 就有的人做那个 还有那种下来的那种收银设备 就从上面吊着 吊下来 就是这个 也可以吊着 就是指向型的 它只是更专业级长的 更长 它从有一个吊架 从上面吊下来以后 指向型指到我这个位置 所以一般你看那些频道主 它没有前面没有Mac 身上也没有夹东西 都是这个指向型 指到这画面外面 正好是在你的镜头裁器的外面 只是你看不到 所以看怎么需要吧 如果说你家里 我认为如果 如果你想只拥有一个 你只买一个 你又能在家录 你又能出去拍景 你又能这个老远的 就录了两个人的对话采访 又想在 他在一百米外 或者聊天 这种的运动 我就推荐用 小蜜蜂 小蜜蜂 但是如果 如果我们要讲究画质 非常的极致 达到极致 就用这个 就用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 X 这个逻辑的 YETX 不录的这个 雪怪好像叫 如果是有特殊需要 你需要家里 比如拍一些 居家 炒菜 做饭 生活 你又不想那么麻烦 你还想生一下我好一些 你就把这个插到相机上 当你录哪个东西的时候 它就会收入进来 这个效果是很好的 这个根据个人的情况去使用 好吧 那基本上我们今天的 你看看 所以我们今天的收音设备 就介绍给大家 我基本上就是用了这些了 当然我们之后 如果收音 如果我们收音设备 再有升级的话 可以跟大家讲 但我觉得应该不会 暂时不会再有更 这个 再去升级收音设备了 我觉得现在的 效果对已经是够了 这个平时玩 它又不是一个 我们拿这个 当一个什么去做 咱们这个反正 这三款都比较亲民 对 价格都比较亲民 最贵的就是小米蜂 最贵的是一拓 小米蜂 因为它是两个收音设备 它是两个收音设备 一拓一会便宜一些 其他的 这个指向型的话 它有更便宜的 你像罗德这款 它有更便宜 好像可能有一个 它有一个人民币500多了 好像也是都是 就指向型有很多款 你像罗德 它有各种价位 对对 有几百的几千的 都有各种的价位 所以我觉得这个 也差不多了 根据 我觉得我们用这些的话 如果是我们家里使用 我们就包含了大概所有的 应该是就主要就是电容的 指向型的 还有这种小蜜蜂类型的 应该都包含了 我怎么觉得就是有点 我怎么觉得 我怎么觉得有点想买货 我们这对了 我先说好 我们这不是业配 我们就个人分享 分享给大家 好吧 那今天我们这个收音设备的分享 就到这 好吧 那这样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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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c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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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